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2日 现在阿富汗局势仍然比较混乱 虽然塔利班的这些头面人物 曾经在公开场上声称不报复那些 就曾经和自己作对的一些方面的人士 甚至要赦免一些人 而且对这个妇女儿童提出一些保障方面的承诺 但现在看来 从网上目前披露的一些信息看 好像塔利班是两面派 或者说塔利班靠这种枪杆子来夺得的政权 他想继续统治下去 他是不是能像他承诺那样 我觉得打一个问号 当然了这个信息比较矛盾的 有这个好像有的信息显示还不错 有一些信息 有一些报道显示出了很多事 甚至有一些事件都非常血型 今天看到海外的有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 讲到美国的公民回不了自己的国家 还被塔利班鞭打 甚至为这件事宁可自杀等等 看了使人心痛 说是一位美国公民目前受困在阿富汗 他想好几次通过这些哨所到卡布尔机场去逃离 但是现在根本到不了机场 因为中间这个层次太多了 塔利班现在这个秩序非常混乱 在各地 在机场附近也设了很多这个 很多班哨 班哨站 也就是有些人呢 吃枪在那个地方守护着 你想闯关的真是很不容易 这篇文章讲到了 那这一个人呢 他是根据这个这篇报道介绍 这篇报道是美国的一个英文媒体报道的 他说21号 这位女性啊 正在躲藏的女性 他向维吉尼亚州的议员 因为他的先生和小孩都在美国啊 向这个议员米勒 求援呢 他可能通过电话求援 说自己宁可自杀 也不愿意被塔利班抓住 恳求呢 总统拜登 尽快的就是解决啊 给他解决危机啊 这个录音档当中啊 讲到一半 他自己还哭起来啊 说是这个女子目前藏身在这个机场 这个附近 但是呢 他现在面对着20多个 这个塔利班的少数 少数 他闯关已经失败了啊 他和叔叔婶婶 还有一个前阿富汗的议员 还有一个政府的承包商一起一起躲藏啊 你想你原先的承包商的时候 就是在做一些工程吧 是吧 美国的工程给他 估计当年当初也做了不少钱 赚了不少钱啊 在这个美国富士政府下 肯定生活过得不错 而且和一个阿富汗的议员 你想在一起 要抓的话 肯定得掉脑袋啊 这个阿富汗 塔利班绝对不会承诺 在承诺中讲得那么温柔的 是不是啊 这都很血腥啊 像这种靠武装获得的政权啊 要想维护一次暴力啊 所以不要对塔利班存在坏想啊 因此这个美国纪这个女人她是通过福斯网新闻报道这个消息的啊 被这个这个消息被议员啊 维州众议员呢 证实啊 她的丈夫孩子目前待在美国啊 她的哥哥呢 是在待在英国 她哥是承包商 还有翻译啊 给这个军方当翻译的 目前都在英国 就他们跑了 只把这一个女留在这里 说是她现在正式已经两天以来 已经有两位同事被塔利班杀害 因为她这个承包商是一个公司 肯定是做生意 人都知道这个名单 抓着就没命了啊 所以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啊 你通过这个消息可以可以看啊 现在整个这个阿富汗的局势 非常的这个紧张啊 那么这篇文呢 也讲说是消息人士透露 有三名阿富汗政府军的指挥官 被成为俘虏 本周骚找被塔利班嚼死了啊 塔利班这个手段是够狠啊 而且围着这个机场 现在美国的军队 只能控制这个飞机场了啊 对方的飞机场 再扩大范围就恐怕就不行了 这是一个负面消息啊 但也有比较积极的消息 就看着使人感到安慰的消息 就是今天另一篇文章 刊登在万维网上啊 也是这个美 这个英文媒体披露的啊 也就阿富汗有个孕妇 妈妈在美军飞机上 竟产下一个小女孩啊 这个事就是很很新奇啊 人们都难以想象 你说在这个情况下 竟然还有这个 这种事出生了 出现啊 说美国空军正式 在一架飞往德国基地的 美国C17撤离运输机上 一个阿富汗孕妇在飞机啊 出于这个飞行高度时啊 竟然就临产了 机上指挥官 箭撞决定赶快下降飞行高度 因为太高的话不行啊 颠簸厉害啊 他稳住他的性命 保住他的性命 最终搬机 落地了 平安着陆啊 在医疗人员的协助下 顺利产生了一个女婴了啊 这个女孩将来 可没有起个名字 和这个经历有关系了 这又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所以CN报道的啊 说美国空军22推文发布消息 事发21号 当时该机民军C17运输机 自中东地区 补给基地起飞 前往美国德州 美国在德国的空军基地啊 叫兰斯坦空军基地 说该名阿富汗的运服 为了逃离塔利班 也选择离境了 最终搭上这个班级了 他是比较幸运的 比刚才我讲这个人 要运气好的多了 但是他已经怀孕了 所以这是展开了 他第二段逃亡的历程 没有想到在复兴飞行途中 结果他生产了 这个飞机当时是 8534米粒高空 你想这个情况是 比较紧急啊 他的身体状况 因为机舱压力比较低 出现即将生产的状况 而且出现了病发症 生命非常危险 指挥官非常的了不起 当场降低这个飞机高度 稳住了这个孕妇的生命 那么这个婴儿和他的母亲都平安 目前已经在医院里治疗 医院里这个恢复健康 所以西恩指出 当兰斯坦亭基地成为阿富汗难民的 中转站的时候 这个人们的这个媒体都很关注 依据美国陆军少将 叫泰勒的说法 四十七运速机 如今把 逐渐把撤离人员转到德国 缓解了 这个卡达美军基地的负荷 现在就要走的人太多了 分别到不同的国家 然后再中转 另外美军人员说 预计撤离人员会在基地内停留 四十八小时和七十二小时 叫我看你停留多少时间都行 把命保住了 然后再慢慢走吧 是不是 依据美国的美德协议 撤离者在德国停留的时间 不得超过十天 你看各国都有些规定 此外你看到更多的 令人恐怖的信息 因为看到了海外万维网转发的 《荆州刊》那篇文章 讲到夺得阿富汗政权的 激进组织塔利班 就是神学士这些人 一连四天 找上阿富汗北部 一个小村庄的民宅 要求育有四名子女的妇女 替他们煮饭 纳吉亚让他们给他们做饭 你看他对于女人这样 不但不尊重 还驱使人家做饭 你可见并不是他们自己讲的那么好听 如何如何善待妇女儿童 这个妇女叫纳吉亚 无法喂饱示威武装分子 原本她就生活艰难 喂饱他们 惨遭塔利班成员弄不强殴打 你看见没有 当塔吉亚25岁的女儿 对着他们大喊 要求停手时 塔利班成员 停着一会儿 静抄墙壁房内 扔了一颗手榴弹 并在爆炸 引发的火石蔓延前 逃取无踪 你可见他这些人多么会 所以他靠暴力多多的政权 别听他的承诺 还有比他更倒 比刚才这些老百姓更倒霉的事发生 说是自从美军撤离阿富汗以来 塔利班大局攻城掠地 短短十天就控制了 超过一半的省会城市 正因为他们有武器 他们这个是没有底线 敢干 他当然占领就快了 是不是 所以这点也不用怀疑 并不能说明他多么的得人心 那么这个有一位阿富汗的妇女说 此事意味着20年来 他们能够上学工作 自由生活的权利 随着美军撤离一去不复返了 确实这个是很令人悲哀的一件事情 说是阿富汗妇女对塔利班的恐惧 源自1996年到2001年 说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期间 当时塔利班不仅关闭了女子学校 也禁止女性工作 还规定女性外出时 必须穿上遮盖全身的罩袍 叫卡布 直到2001年底 美军推翻塔利班之后 阿富汗女性才获得相对自由的生活 这个生活习惯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看加拿大是民主法治是自由 但是在这有一些伊斯兰图 他也戴这个长袍穿长袍 有的时候你看他戴长袍 所以觉得挺新奇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就完全是在自由状态下 他愿意穿就穿了 说这个事不应该说什么 关键是什么 他这个塔利班是在强制的形势下 既不允许妇女上课学习 也不能让他们工作 这个确实令人厌恶 这里讲到时隔20年 塔利班又回来了 你说这怎么办 人要是从不好的事到好的事高兴 从好的事再回到旧的年代 确实很痛苦 就像中共现在 为什么我非常烦习近平 你说他不搞改革开放 不把中国推向民主法治 他反倒回到毛泽东时代 你想中国这十四级老百姓苦不苦 过去你想都已经体会到了 自由世界是怎么回事 家家户户都有亲戚朋友到海外来走来看 知道加拿大什么样 美国什么样 哪像毛泽东当年讲的是 人家都在水深火热当中生活 就别扯了 是不是 这里不是吹牛 加拿大到处都是离天堂最幸福的地方 你看这里的人 人和人之间充满着大爱 哪有打仗闹火的 吵架的 我从来几乎都没有看到过 只看到媒体报道那么一两起 这个国家确实是太伟大了 它之所以伟大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不要看有的新佛教 有的新道教 有的新伊斯兰教 有的还穿长袍 但是他人和人之间和谐的根基是什么 就是法治呗 是吧 就是民主和法治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在倒退啊 想再回到毛泽东年代 骗中国老百姓关起门来抓间谍 特务互动 你说这个能成功吗 说我认为习近平搞这套东西 有的类似像塔利班啊 这个为什么他支持塔利班 你想王仪和塔利班在天津 头领见面 你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有相同之处啊 去说他要帮助塔利班重建阿富汗 你重建吧 你国内现在困到这个程度都没有钱 你去见塔利班呢 你就不瞎扯吗 见阿富汗呢 真是怎么说好 自己不自量力 你有了钱就是帮助中国老百姓 让他们温饱真正解决 别靠媒体撒谎 让每个人都有安全感 更不要强制新闻记者 跟中共指挥棒翩翩起舞 用手中这些特长 虚构事实 吹捧习近平 他有什么可吹捧的 他低能造成今天这个状况 所以看着塔利班这个事 我就知道啊 就感到为他们这个心碎 但是现在你说美国就这么一个状况 美国怎么办 已经农历了20年了 是吧 现在就这么一个形势 所以说 塔利班的形势 刚才我已经介绍了 包括这个积极的面 负面的一个都比较全面 让大家知道更多的信息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正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下次见